武则天作为一位权倾朝野的女皇帝 身边自然少不了美色的陪伴 可是他曾经竟然宠幸过一位和尚 甚至还因为这件事情而激动开心 武则天出生在一个商人世家 他家里面非常有钱 他的父亲便通过钱在朝堂中买了一个官职 只不过这个官职是个虚名 手中几乎没有权利 武则天刚过15岁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从此整个人家 整个家族遗落千丈 他只得和自己的母亲相伴在这世上 但是两人都是女子身份 纵使有一身才气 也不知去何处发挥 幸运的是武则天虽然不是什么世家小姐 但是他的颜值甚至要比那些世家小姐还要好看三分 随着武则天的成长 他的颜值也越来越出众 甚至被当时的李世民看上了 但是进到宫里面后 他却因为自己暴力驯服马匹而被人诟病 尤其是李世民 他觉得这样一位狂荡不羁的女子根本不是自己的菜 女子就应该温柔一点 从此后李世民便没有再关注过武则天 他内心也逐渐忘记了这位美人的存在 正当武则天觉得自己的余生就会这么度过的时候 他却遇到了李志 李志是当时的太子 他见到武则天的第一眼就被武则天的美貌所吸引了 正是遇到了李志 武则天的一生才会变得如此传奇 两人相遇后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甚至对彼此动了心 两个人经常会有一些亲密的举动 后来李世民离开了人世 作为李世民妃子的武则天也需要去当尼姑 并且以后都不能再次回到宫中 但是李志却很喜欢武则天 他并不舍得让这样一个美人留出宫外 但是为了这样一个女子冒犯 朝中规定 值得吗 武则天第一次宠幸薛怀毅 为何激动到颤抖 武则天其实并不只是长得好看 他内心也很有诚服 他知道李世民死后自己该如何发落 但又不想自己的余生在寺庙里度过 便决定利用李志改写命运 武则天让李志为自己痴迷 所以无论大臣如何反对 李志依然坚持己见 要将死去皇帝的妃子武则天重新接回来 在朝堂中 武则天的野心越来越大 他甚至为了追求权力而亲手杀害自己的孩子 这样一位残酷却又城府极深的女子 一步步成为了皇后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且他在皇后的位置上坐得非常牢固 毕竟没有哪一个女子能够像他一样 又好看又残忍 李志到了中年身体条件一直很差 武则天健壮便找了个担心他的借口 代替他管理起了政务 当时李志就已经感觉出了不妙 他觉得武则天的野心远不止此 但是自己又没有了精力 只能任由武则天掌控天下 后来李志驾崩了 皇帝之位传到了他的儿子明显宗 但是由于他年纪太小了 根本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武则天便以此为借口垂帘听证 成为了当时真正的君王 后来在大臣的压力下 武则天决定重新立皇帝 但是这位新的皇帝李诞也只是一位牵线末 他知道自己根本斗不过武则天 便直接将皇帝之位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顺利成为了一位女皇帝 他知道大臣很多都反对自己统领朝政 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皇帝之位 他一直暗中调查每位大臣的行踪 但凡有人背叛自己 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你看 说这个都打坏了 哎呀 我就是这个来自干的 看来自干的 都打坏了 但是他们都打败了 我觉得比你来自干的 都打败了 贵是什么 我贵的 那我贵的 是什么 我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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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的 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